大家好 今天这次圆码分析课 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prameco里边的这个sftp这个client 我们就看如何复用这个transport 然后建立sftp服务 其实就是主要是理解sftpclient 然后我们建立的方法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从这个prametransport里边来建立的 我们看一下圆码 这个sftpclient它继承了这个basftpclient 然后同时继承了这个上下文的管理器 它在处置化的时候可以传入一个circuit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是不传入这个circuit 就是它是空的 然后主要是它会通过这个 我们会通过这个fromtransport把这个transport给传进来 它主要在做了些什么操作来建立这个sftclient呢 它首先打开一个session 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中讲过 它会新建一个channel channel的时候 然后它会调用这个invoke subsystem 我们就是申请一个子系统 然后ftp的类型是ftp 我们看一下 其实就是向远程服务器发送了一个消息 就是channel的request 把channelid啊 然后类型 还有是否是处理 包括这个sysm这个这里边的自乎串也填充进去 然后向远程服务器发送消息 这样的话就把一个sftpclient给建立起来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sftp它的具体功能的分析 它其实有两大块的功能 我们会经常用到 一个就是get 就是从远程服务器来请求这个文件 一个就是put 就是把本地的这个文件传输到远程的服务器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get 它是有一些特点的 它取从远程服务器取文件的时候 它有个prefetching的这个机制 prefetching 从字面意思来讲 它就是预取预存 就是预存取 就是它会 比如说一个文件非常大 它一记 然后如果我一次性把它请求回来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然后这个primico里面 它会设定一个每次取 比如说取1k 它就取或者是几k的数据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我每次跟服务器发请求的话 这来回可能就比较 在单个线程里 就可能是比较浪费花时间的 这样它通过一个启动一个新的线程 来去逆步的去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先把数据给取回来 然后我真正去拿的时候 这个数据已经准备好了 这样的话就节省了一些 这个处理的时间 这样其实就是一个trick 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办法 然后我们看一下代码中是如何体现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ftpclient 它这个get get的时候 它的参数remotepath localepath和一个回调 我们看一下 它会首先把这个 localepath给打开 把本地的这个文件给打开 然后去get for 这个是一个重点 get for的时候 把远程的这个地址给传进去 包括这个本地的这个文件的剧柄 我们看一下 它会掉用stat 把先把远程 先把远程这个目录的 它这个大小给取回来 其实这里边也是发了消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边其实也是在发消息 然后我们 我们这样掉用它的open open函数 它其实open函数的话 它其实返回了也是一个sftfail 然后这儿就真正在预存取 预存取 我们可以看一下prefetch 它prefetch就是把整个文件的大小来传进来 然后但是我每次只请求一部分 就是做一个check 请求一部分 然后这个start prefetch start prefetch的时候 你看这里边 它就会启动一个prefetch的thread 就是启动一个线程 然后把线程给启动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线程里边 在做一些什么工作 它就是把这个checks checks里边的这个东西 然后全部都逆步的请求 然后逆步的去读取这个每个块的这个大小 然后并把它放进放进来 你看这个response里边 这个逆步的回复这里边 就会把这个数据 比如说这个message 这个就是就会把它当成data 把它message里的数据给取回来 然后存到这个prefetchdata里面 然后其实它这个get的时候呢 get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read的这个函数 启动这个预存取现成之后 它在实际中 它是怎么去读取远程服务器的这个数据的 然后它调用这个read 在这个循环里边 循环读取 一次读取三二七六八的字节 它这个read的时候呢 read的时候 它呃 它其实真正的在调用这个东西 真正的调用read 它先看有没有prefetching 就是有没有预存取 如果预存取的时候 它先从这个预存取的数据去读取它 它其实这个都存在这些buffer里边的 然后我们就 就是说就可以 如果是大文件的时候 它就会那个 就享受这个预存取的这么一个机制 其实我们如果操作小文件的时候呢 它也是同样执行这个机制 嗯 这个prameco它本人 这个作者是怎么解释呢 它解释说的话 如果遇到大文件 嗯 你的文件比如说有好多记 很大的时候 你每次读取这个三二七六八的时候 这个请求就会非常的花时间 嗯 我们怎样节省这个时间呢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预存取 嗯 比如说我一记的话 三二七六八 每次三二七六八 我可能发几百上千上万个请求 嗯 我在一个呃 同步请求 在在主线程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花时间 然后我启动线程 然后把这个时间给节省下来 我这边read的时候 那边可能已经请求 结果都回复回来了 我直接就读 那个结果就完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呃非常的效率的非常的高 我们就把这个呃 它如何从远程服务器呃下载这个文件给呃 嗯机制给看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如何呃上传文件 其实就是这个扑特 我们找一下这个扑特 配上参数local pass remote pass和和这个回调 看cobac 它同样的时候先把这个本地的本地的文件 然后把它的文件大小给读取出来 嗯 然后再打开 把本地文件给打开 把巨饼拿到 然后同样是掉这个呃 p2呃 函数 这个p4函数呢 呃 它其实里边其实也是执行了一个呃 wild的循环 嗯 就是每次每次从本地读取三二七六八个字节的数据 然后写到像语写到远程服务器怎么写呢 这个fr其实是个呃sftp file 它调用它的这个write write函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write函数 write函数在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在这儿 它write的时候其实也是向远程服务器发消息 把它组装之后 把这个data组装之后 它直接就write all了 我们嗯 我们要知道清楚的是 这个不管是你上传还是下载 它其实都是通过底层的这个circuit 嗯 发了这个message过去 向远程服务器过去 嗯 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primeco它是如何上传和下载文件 嗯 其实根据我们这样分析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呃这个sftp client里边其他的相关的操作给分析出来 比如说它上面有很多呃其他的那个针对文件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呃生成这个目录呀 呃改变这个权限呀呃关闭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获取这个当前目录啊都是呃其实都是通过消息来拿到的 我们仔细分析都是可以知道它的原理的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了这